大家好 緊接上次討伐劉表 我估計有人會來打鐵礦 所以我現在在這埋伏了一下 果然不是我所料 略出傷風 我們給他把處理部隊放在一邊 然後騎兵去朝一下他們的遠程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吧 這新洲部兵好硬啊 我們的兵都是輔兵 禮軍上應該比較克制他這些拿頓牌的兵的 派我來騎兵在後面收割一下那些掉隊的傢伙 派我來騎兵在後面收割一下那些掉隊的傢伙 有一個兵躺跑啊 遠兵才來 這仗已經打完了 我來騎兵 咦 有人投降 招來 這個甘寧還是放了吧 說不定能加入我吧 這個甘寧只會拖我們後腿 東西不值錢 算你走略 不如也要吃飯 都放了吧 為了天下大忌 加入我們吧 要請張燕加入我方聯軍 嗯 接受吧 如此一來 你我便達成一技 劉備的話就 常規操作 升升級 哇 這個筆記本好吵 我用Sull Stop把Turple Boost關了 估計應該不吵吧 劉備無聊得很 把這些閒人都派去幹活 又到正江了 把這個城圍住 等他來攻我好了 這兩個雜魚 不 去打劉表的老家去吧 但是得路過曹操 需要跟他簽一個巡使通行拳 那必須欣慰的 我幫你討伐漢賊 欸 那就如此吧 地球上進 做好準備 小心中計 給我上開 嗯 只沒事到黃樓 我 劉表的忠實走狗 皇族可能會來打我 所以我招募勇士 準備討伐之 走狗這個詞 是不是用的太粗暴了點 很有點那個文革口風 把這個玉璽換下來 一會兒給儲君或者 正江戴上 給我的小樓樓們分發一些裝備 欸 這 既然敢來打我 我借你膽子 一些殘兵敗將 竟然來攻我 滿邊城鎮 電腦還預判我會血戰西敗 我就不相信了 我感覺 他是百分百 攻不下來這個城的 你看我在這兒放了個巨馬 放了點兒 放把火 等他人一來 絕對酸爽 看他這個人就站在那兒 不動讓我的塔在射他們 來來來來打弓箭手 是脆皮 往前站一點面對弓箭手 這樣傷害會少一些 這個馬還準備繞我 敵方士兵正在溃逃 你看 就這幾個蝦兵蟹將 打死我幾個人 這個方向死了不到20個人 你看你看 還想來試試你看 看 看 敵軍逃跑了 敵將已授手 你看 死了吧 好 看這邊一大群人準備過來 稍微換個方向面對他的弓箭 這幾個人可以從外面包過去 看 看 敵軍逃跑了 從這邊繞過去一下 這個馬你看要衝過來了 這有巨馬 感受一下 哎呀 死了好幾個 倉皇逃窜 對 弟兄們上 守住此地 再派幾個人從外面 包圍他們一下 這幾個人在打醬油呢 你看 什麼都不做 在這兒 被我的劍塔 瘋狂輸出 等等 這兩個俯兵比較怕騎兵 我得派人先把他們的後面屁股先保護一下 然後 再去把這些什麼精柔武兵斬盡殺絕 差不多了 問題不大 看 敵軍逃跑了 哎呀 還不快跑 堵住屁股 你看這些騎兵蠢蠢欲動 嘿嘿嘿 還是沒繞嗎 好了 他們已經沒人了 全剩一些騎兵 不可能打進來的 這個肝靈想幹什麼 想不開了 放火放火放火開 沒有燒住 燒住了幾個 沒事 這幾個 殘兵敗將 又死了一個 別往火上跑 看這幾個 哎呦 這幾個騎兵還砍死了不少人呢 損失 一打數百 你看 沒了吧 哎 再射他們一會兒 哎 可以宣布勝利 哎 史詩大傑 這劉表怒送史詩大傑 好 他這個鋪蓋S 真的是 非常生功 哎 招籃 這個的工資有點高 哎 養得起 招籃了吧 你我聯手 可重振天下希望 哎 邀請曹操 接受接受 很高興足下能夠滿意 曹操加入聯軍後中原 很長一段時間 就不會打什麼仗了 何以來攻打我圍城部隊了 哎 竟然預判我略處下風 我倒要看看 是時候衝振殺敵 贏取勝利了 小心行事 消滅敵軍 放一個油騎兵在這兒 噁心噁心的 哎呦 這幾個都是有盾的兵 射這個沒盾的 不易軍 他這個射程看著挺遠的 但是真要攻擊的時候還是得跑近點才行 哎打這麼半天才射死一個人 三個 哎 四個 這 騎攻守不厲害 哎 我打他他他不理我 他們走過的路上 零星了躺了幾個 看 看見20個人 這個脆皮 看他竟然不過來 我的劍都廢了一半 快跑快跑 他給打我了 可以 沒打死一個 哎 那個弓箭手對我的抽分很高 你看他掉隊了 我派我的 騎兵去衝他一波 勾引一波 哎 那弓箭手一臉猛逼還在外面晃 你跑不掉的 好了 他這股弓箭手涼涼了 看他的部隊不知道在幹什麼 不知所措 還在這晃悠 真是夢遊之局 這幾個騎兵在 右翼埋伏一下 哎 哎 弓箭手又掉隊了 哎呦 我這左一晃右一晃 我的軍陣幾乎還沒有 進入我的弓箭手的射程 然後他的軍隊就已經死了一大批了 撤退快 你看這弓箭手又掉隊了 不要跑啦 我這主力部隊還在摩拳擦掌 他這邊的遠程部隊就已經全部溃散了 哎 還有一個漏網之魚 這炮車 炮案都沒了 嗯 嗯 你看 你看我衝他一下他就不動了 然後我再拐彎 來一個四面包圍 嗯 哎 他的人還是不少的呀 不過都是些雜兵 不堪一擊 嗯 準備從後面衝一波 他們在前面這一波人就沒了 哎 這傢伙還有鐵吉利 後面一衝 他們就要溃散了 這個限制的死侍 好像不是很厲害 哎 哎 復兵對步兵 然後 騎兵衝屁股 突然頂度 他好像是游霞 那麼猛 游霞這個兵還是挺厲害的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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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面 地面的線已經崩了 然後派我們的 派我們的 比較閒的將領 來摘取勝利果實 來摘取勝利果實 這麼堅挺 騎兵撤走 讓步兵去跟他的小步兵單挑去 快快快 注意 不要留情 時機已至 快跑 動作快點 這把都在追掏 殘兵了 動作快點 請坐 不要留情 多好準備 再 快跑 動作快點 無其勇氣 殺光敵軍 快點 快點 好 唉 崩幹 唉 怎麼還不獲勝 不正常 我都開始追逃兵了 怎麼還沒有贏 唉 哪還有人呢 唉 不管了先追一下逃兵 迷糊 唉 看到人了好像 有幾個很奇怪的兵在這個方向 上 估計就剩一個了 好了 這樣江夏 也是我們的地盤了 合一已經沒兵了 唉 裝備太垃圾了 沒有必要 藥給他放了吧 反正他也跑不了 好了 劉備就是隨便蓋兩個房子 劉備 唉 這劉備的人怎麼跟我有仇 我處決了他的族親 誰呀 沙發一下戰力品 分责 这些加工控秩序的建筑都给铲除了 预袭 可以把预袭给储君带吧 然后拿下刘表的总部 襄阳 因为襄阳这个地方不跟刘备接着 所以不能搞PY交易 只能先把他占领了 这拨人过来去打黄祖 看吧 反正高顺这个部队可以一会儿往下去打合宜的这个渔村 这个人过来去南郡打黄祖 然后郑江去把襄阳那个工具铺拿下 完美 这是我们的提议 孙策对有军合力 这可怪不得别人 赶紧 这一回合按照预定的方向 移动一下 正将可以 在这附近劫掠一下 都抢过来 给我们的高顺 找个老婆 加入我们土匪 那就是 媳妇大大的有 然后把他老婆派去当差 哎呦 袁绍把孔荣老家给占了 孔荣要覆灭了 我想往上庸方向 就是往西边去继续 看看这个上庸 是谁的属下 李绝的 那直观大 李绝是众矢之地 看 做事不管 三国原剧情 哦 刘备竟然还干过这种事情 把他的盟友孔荣给抛弃了 果然是大二贼 孔荣现在和袁绍的小弟 袁谈合并了 只能重新签一个贸易协议了 因为孔荣没了 跟这个 欢迎 朋友 袁绍的小弟 武警签一下 粮食不太够 再问正将借借了 要谈些什么 然后直接跟李绝宣战 过一会儿 好故人去 痛扁李绝 这个叫什么字的 又是你这丝 我军必齐心协力抗击到底 哎呀咱们离那么远 你估计想抗击也打不着我吧 好 现在到正将的回合了 可以把此地拿下 这个城值三千五 拿下 然后把它从刘魏手里 买回来 我有一事相求 我心圣位 派这个高顺去攻打合一的残兵败将 然后派中间内陆军队去黄祖那里 时间不多了 接下来的情况 只能等候下回分解 好